上期视频中 丽湘等了丸志近四个小时 在大雨里等到丸志出现 自己却转身离开了 这场大雨里 同样在等人的还有三上 他等的人是李美 接下来 四个人的感情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这期视频我们继续讲解 东京爱情故事第三集的内容 李美遭丸志放弃后 委屈地向三上哭诉 三上安慰李美说 丸志是真心喜欢她的 李一香回到家 一不留神 把桌上快拼完的拼图打翻了 看着散落一地的拼图碎片 李香委屈地坐在了地上 第二天上班 李香见到丸志 就仿佛前一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依旧和往常一样 和丸志打了招呼 丸志为了昨晚的事 向李香道歉 李香表示 没关系 他已经把讨厌的事情和早上的垃圾一起丢掉了 见李香原谅了自己 丸志松了一口气 还在调侃李香 以为他今天会揍自己呢 同事看出 李香的心情不太好 但李香拒不承认 同事还想问 最近李香和丸志的关系 不过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的信息 这时 李香看到了站在外面的李美 两人在街角的绿地里边走边聊 李美告诉李香 自己被丸志拒绝了 他怀疑丸志另外有了喜欢的人 但李香却非常坚定地告诉李美 这不可能 丸志是很专情的 李香突然想起来 丸志等一下会过来帮忙 他害怕李美遇到丸志会很尴尬 告诉李美 他可以先离开 不过李美却告诉李香 他本身就约了丸志在这里见面 赶来的丸志 见到丸志又念叨着 怎么又有他 李美解释道 是他有事找李香商量 李香也拾去地离开 似乎的两人 李美认为 是自己对丸志的态度太暧昧 才让丸志误会了 丸志则告诉李美 他觉得两个人还是当朋友就好 因为他看到那天晚上 三上吻了李美 而且啊 李美心里的那个人 也是三上 李美离开前问丸志 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自己的 丸志告诉他 是从第一次见到他开始的 李美说了声抱歉 随后便跑开了 公司里 目睹一切的李香 想逗丸志开心 但丸志并不领情 只顾自己工作 不在搭理一旁的李香 不过 李香还是没有离开 他用朋友间调侃的语气 说着丸志和李美的事情 说丸志 是在用工作掩饰失恋的痛苦 天台上 丸志还在想着白天李美说的话 李香只是在远处看着他 李美受三上母亲所托 带着转交的东西 来到了三上的住处 李美主动来找三上 让三上又惊又喜 李美告诉三上 是他父亲心脏病发作 母亲又联系不上他 才找到了李美帮忙传话 这时 李美注意到杯子上残留的口红 起身便打算要走 三上将挽留李美 李美问三上 他是否有很多女朋友 另一边 丸志在深夜接到了李香的电话 李香看出来 丸志是想要成全李美和三上 所以拒绝了李美 丸志也坦诚地告诉李香 放弃李美 他有些后悔 但李香安慰他 所谓恋爱 参加了就是有意义的 即使没有结局 深夜的城市里 丸志和李香 都在为彼此喜欢的人加油打气 丸志希望李美能活得幸福 李香希望丸志能够永远开心 上子借给三上的笔记 化解了三上再次留级的危机 学校里大家还在上课 三上就静止走过来 约上子吃饭 他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给上子留下了餐厅地点和见面的时间后 转身就离开了 公司里 丸志约丸志晚上吃饭 丸志本来心中也有愧 便答应了下来 聊天中 丸志无意识说了一句 和丸志聊天 总会让他忘了时间 这句话让丸志非常开心 两个人的关系也和好了 又回到了相互斗嘴的状态 下班后 丸志和丸志在餐厅遇到了三上和上子 丸志很不满三上的行为 他走到三上面前 丸志马上明白了丸志的意思 拉走了在一旁的上子 上子有点没搞清楚状况 三上和丸志的话题里则是李美 三上其实心里很清楚 李美喜欢的人就是他 但李美一直在逃避 不然他早就表明态度了 丸志说 这是三上滥交的结果 三上却反问丸志 如果他真的全心全意 只爱李美一个人 丸志会愿意吗 丸志表示他无权过问 三上就说 那下次见面时 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出来后 丸志和丽湘告别 先行离开了 看着丸志的背影 丽湘脸上的笑容也没了 为了逗丸志开心 丽湘又拿出他的搞怪手段 下坡路上 丽湘骑着的自行车 刹不住了 丸志拼尽全力才拉住了车 丽湘趁机约了丸志 去自己家 丸志在丽湘家门口 犹豫了很久 并不打算进去 不过 丽湘落落大方 并没有其他意思 丸志最终还是进了屋 前脚刚进屋 后脚就不小心 碰倒了那幅 快拼好的拼图 丽湘坚持让丸志 把拼图拼好后再离开 丸志只好坐下来 开始整理拼图 丽湘一开始 是坐在一旁 看着丸志拼 过了一会儿 按耐不住 开始在一旁指挥 丸志没想到 丽湘真的在一旁憋着气 一下子笑出了声 两人边拼图边聊天 但找遍了所有地方 都没有找到 拼图的最后一块 结束后 丽湘送丸志下楼 还奋不顾身地 帮他拦出租车 丸志看着丽湘的种种行为 眼神里 好像多了一些什么感情 李美告诉朋友 三上不止自己 一个女人的事 朋友告诉李美 如果李美还是在意 则说明 三上这种类型 不适合他 李美出门就遇到了 在门口等他的三上 两人来到湖边 李美还是希望 三上能回家一趟 三上告诉他 自己回不去了 他离开家之后 父亲就收养了一个孩子 他已经无家可归了 为了让李美相信自己 三上烧毁了 其他女生的所有信息 早上上班路上 丸志和杜鞭走在一起 李湘过来 大大方方和丸志 说着昨晚拼图的事 但丸志并不是很想让别人知道 昨晚的事 另一边 李美在三上的公寓里醒来 两人享受着 在一起后的第一个早上 公司里 丸志接到了三上的电话 三上告诉他 他和李美已经上床了 这个信息让丸志难以消化 直接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就有人来告诉丸志 丽湘和杜鞭吵了起来 丸志赶到的时候 丽湘还打了杜鞭一巴掌 丸志追上丽湘 让他去和杜鞭道歉 但丽湘并没有转身回来 刚刚是杜鞭偷说丽湘坏话 正好被他撞见了 好像是说 她是个随便就胡乱 和别人上床的女孩 但是丽湘 不是因为这句话而生气 而是为了丸志 因为杜鞭说 丸志居然会跟这种女人上床 简直是笨蛋之类的话 晚上 丸志在口袋里 发现最后一块拼图 带着这块拼图 丸志向某处奋力跑去 丽湘回到公寓楼下 并没有马上进门 而是在门口的小球场 用网球投篮 丸志向丽湘道歉 但丽湘却告诉丸志 他做的事情是为了自己 不是为了他 这时丽湘又再次说到 自己也不是一直都活力满满 他也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 他希望丸志能安慰下自己 哪怕是谎话都无所谓 这一集中 丸志在丽湘半夜打电话时 提到过一句 这时候精力旺盛的 除了丽湘 就只剩下便利店了 丸志会这样说 是因为90年代的日本 大多数的便利店 已经是24小时营业了 但近些年 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 等各方面的因素 日本的便利店 也开始减少营业时间了 便利店这种销售模式 起源于美国 但发扬光大却是在日本 1972年 伊藤阳华堂将711引入日本 之后与罗森全家分庭抗礼 组成了日本便利店的三巨头 便利店之所以 会在日本流行起来 和当时日本单身人口数量 不断增加 社会个人化消费大规模的兴起 有着紧密的联系 和日本类似 现在中国便利店的销售模式 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而且便利店不光是一个销售模式 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虽然价格会比超市贵一些 但架不住它门店密集 东西种类多样 可以搞定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早上下地铁 路过全家买个饭团 中午罗森买份便当 晚上气夭夭吃个关东煮 晚上加班回去太晚了 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还可以当一盏指路的灯 说回剧情中 这一集 李美选择了和三上在一起 丸志则是在结尾的时候 说出了对丽香的喜欢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 每个角色也变得更加立体 丸志虽然和李美提出了交往的请求 但当李美打算同意时 丸志看出来了 李美此时喜欢的人是三上 所以他在最后拒绝了李美 他希望李美能获得幸福 至于这个人是不是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丸志的生命里 他永远都会先考虑李美的感受 后面丽香也提到过丸志的这一点 丽香说这是丸志的优点 我想丽香也希望有一天丸子 能先考虑自己的感受吧 这一集中 丸志对丽香的感情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开始注意到了身边这个永远活力满满的女生 虽然丽香也说过 自己也会有精神不好的时候 但每次面对丸志 丽香的失落都只有一瞬间 然后就马上切换回精神充沛的样子 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丽香和李美的区别 丽香希望给丸志带来开心和快乐 所以他选择把悲伤都留给了自己 而李美则是依赖丸志 他会把自己的脆弱都展示出来 希望从丸志这里得到力量和帮助 所以如果丽香自己不说 丸志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就好比悠长的假期里 男的前男友写给他的那封信 在丸志的眼里 丽香可能就是那个万古长存的男 而李美就是没有他活不下去的女生 李美虽然上一集被丸志拒绝了 但这一集中他却意外知喜 如愿以偿和喜欢的三上在一起了 那接下来 他们的感情会顺利进行吗 丸志和丽香又会在一起吗 我们下期再讲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